而争取连任的现员张美惠在市区道路展开扫街拜票 在他的拜访团队当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工做了咸淡超人奥特曼的装扮 反而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 纷纷拉着爸爸妈妈说要和奥特曼来照相 而这位奥特曼也借机向家长肯托支持张美惠 让整个拜票行程更增添的趣味和效率 争取连任的现员张美惠积极在花莲市各区展开扫街拜票 在他的队伍当中有一位志工特别穿上了咸淡超人 也就是奥特曼的服装 用夸张逗趣的肢体语言向过往民众挥手 成了相当吸睛的选举画面 因为我想要帮助美惠议员做一个奥特曼的一个造势 他就像超人一样帮助我们花莲的市民 大家都很喜欢跟我拍照 可是我还是尽量想要跟他们说 支持一号我们的张美惠议员 张美惠感谢支持者发挥创意来帮他助选 也不止天气炎热 穿上不透气的卡冲人物衣服 陪他扫街拜票 那其中有一位最近在街头上很吸睛的奥特曼 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咸淡超人 他很获得小朋友的青睐 就是小朋友都会说 就会很远看到他就会大汗 那妈妈们就会停下来 小朋友会跟奥特曼来想要合照 所以我想这个感谢志工伙伴他自己的装扮 他说他还有别的衣服 所以如果大家在乡亲们在路上有看到一个很奇特的 拿着美好会持续一号张美惠的这个举牌 那欢迎大家提下来跟他打招呼 因为他之后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装扮 我们也好奇 那也希望大家透过这样子的志工很参与 很协力很热血的陪我们扫街 那也给一号的张美惠 请唯一支持 请坚定支持张美惠 奥特曼走在街上吸引了很多小朋友的目光 纷纷拉着爸爸妈妈说 要和奥特曼照项 而奥特曼也趁机向家长们肯托支持张美惠 这也让选举活动更增添了趣味和效率 借旅会欢迎视报道